馬祖最高的山 就在北嘎 在畢山 這麼一段路 平平的算不錯了 那邊好像一百公尺之內 都沒有平路 也是有啦 只是你們可能沒有落到而已 你們知道 馬祖最高的山多高嗎 馬祖最高 你們猜猜看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山 不是 雲台山在南竿 全馬祖最高的山在北竿 在北竿喔 你們知道它多高嗎 猜猜看 有沒有三百公尺 哈哈沒有 兩百九十八 手舉起來只剛好山吧 兩百多而已喔 在台灣兩百多的山到處都是 可是兩百多的山喔 機車爬不上去喔 五十CC 一百CC 你就知道它有多抖了 因為台灣人比較聰明 就是你們比較聰明 你們在往山上爬的時候 是繞圓環有沒有 對啊繞圓環 馬祖人沒有 馬祖人看到是這座山 就從下面直接騎上去 對 所以你們看不到在繞繞繞 沒有 比較陡 比較陡 比較快到 所以在北竿 你到哪裡都差不多五分鐘就到了 五到十分鐘就到了 很快 你開快一點的話 快就到了 沒有繞了啦 五分鐘就要 一個山看 繞繞繞 你看的路 這樣都很跌 對 開始在跌了啦 對 馬山要開始爬了 有 有 有 你們來馬祖今天了 今天第二天 今天第二天 昨天在南岡玩 對 然後明天坐北京三天兩夜 明天 還是後天 明天回去 明天的北京三天兩夜 所以你們就玩南岡跟北岡 對 北岡還不錯 北岡的風景 比南岡好 南岡的建設會比較多 北岡比較冷 北岡比較冷 因為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北岡有幾個村莊還蠻特別的 就是 剛才你那邊的溫度 對不對 到琴壁或橋子 對不對 溫差會有一兩度 只是一個村莊之差 就有一兩度了 對 北岡是水庫嗎 蠻特別的 對 這是北岡的水庫 百里水庫 這邊是淡水啊 那邊是海水啊 對 外面是海水 這邊是淡水 對 如果你們在北岡玩的話 可以去一下主要的地方 有幾個景點 像戰政和平公園 還有琴壁居落 喬治居落 對 尤其是琴壁 來馬祖 你沒有玩過琴壁的話 就單住沒來過 可以這麼說 因為在台灣 在推那種公關景點的時候 對不對 全台灣的十大景點之一 就有一個是 馬祖的琴壁 因為它有地中海之車 你們可以過去看一下 它的古厝保留的 它算是古蹟的聚落 保存的還蠻完整的 可以過去看一下 有機會嗎 飯店不屬於琴壁嗎 飯店不屬於琴壁 因為琴壁的村莊 可能餐廳那些都沒有 就是可能比較少一點 就是只有減餐類 然後住就是小民宿那種 木屋那種 對 我們飯店在的話 在談起算是市中心 所以你們吃的住的 簡單講 北京只有一家Seven 就在談起 就是你們要住的地方 對 只有一家Seven 所以你們就知道了 在那邊的話 對 你們生活上 物質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對 南竿比較大一點 因為縣上府在南竿 所以人會比較多一點 下次如果有機會來馬祖的話 也可以去Dawing看看 Dawing的景點也算是不錯 對 那你是跳到去一定有北竿土嗎 都一樣 各個島都一樣 對啊 你說你是 是在北竿土生土長的嗎 對啊 我在北竿土生土長 可以這麼說 跟你們介紹一下 用手邊有沒有裸露的石頭 像不像兔子 等一下會經過的時候看更像喔 不是每個觀光客都看得到的喔 因為我在帶團的時候 也不是剛好 通常大的遊覽車 帶大團都不會看得到 因為比較沒時間 然後帶小團的話 會比較容易介紹 像這邊 如果台風天會不會有土竹裡喔 不會 這邊都沒有 對 在馬祖的話 是因為它天氣很冷 不然馬祖的話 非常適合居住 為什麼 因為這裡沒有所謂的天災可言 好 你們一下看左手邊喔 裸露的時候 某個角度看 好像兔子喔 兔子窩在那邊 可以認真看一下喔 這邊那豬好像兔子 這邊那豬好像兔子 這邊那一豬比較小 小兔子 小兔子 他有在開嗎 今天啊 今天我就不知道 你們有一個人